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因为下个星期都是我分享 所以我一想的时间 已经想了两个星期的信息 今天你看到一个题目叫做 《盲目的信心》 其实我用英文一个字 blind faith 但如果你查一下字典 可能盲目的信心不是这样译的 blind faith 基本上就是迷信的意思 我觉得我们又不是迷信 但为什么我要连续两个星期都讲这个题目呢 因为今天我会质重于这部分 然后我期望弟兄姊妹 在未来这个星期里 都可以去问问神不神 我究竟我跟你之间 应该怎么来到去信靠 应该怎么来到去经历呢 这一切我很想 就是在下个星期的 《盲目的信心》 《盲目的信心》 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我还在期讨论下个星期 会不会有些讨过服事的事情 不过我暂时还没安排 OK 在我这个前言部分里面 有两段经文 我想先跟大家读一读 自从耶稣基督在復活节之后 耶稣基督那时候不是叫復活节 耶稣復活之后 有四十日的时间 它是向使徒和其他信徒来显现的 我们先读《高临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八节 请听我读这段经文 它说我当日所领受 有传给你们的 最重要的就是 照圣经所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復活了 还显给基法 就是彼得 汉 又显给十二使徒汉 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汉 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它显给雅各汉 再显给众使徒汉 最后也显给我汉 我如同未到产其而生的人一般 你发觉在整段的记载 它一直记载 有几多人去见过耶稣 自从復活之后 保罗最后才把自己摆在当中 它形容了一句话 它说我亲眼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显现 好像一个未到产其而生的人 为什么它会这么说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比如说我相信保罗也算是少数 在耶稣升天之后 去见到耶稣显现的那位 为什么我用这段经文 很多时候你发觉你和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总是会跟你说 我见到耶稣我就会相信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 我见到他我就会相信 但容让我说句话 有时候见到也未必相信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 我用了三个版本 就是NIV和和合本修订版 和Depassian Translation 我只是读中文而已 所以大家放心 第16节就是这么说 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 我来跟大家讲到 起码提过几次 但今天我很想特别侧重于头的两节 第16节他这么说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 指定他们去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留意这句说话 然而还有人而画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有些人见到耶稣 但是然而还有人而画 第18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刺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守 看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终结 所以当耶稣 显然给这帮门徒看的时候 有人而画的当中 耶稣仍然是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过我了 所以你要去 来将这个福音传开去 然后那个福音不是单单 我信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 其中一个障碍就是 我信了就等于 我搞定了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神更多 而可能这些的经历是 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会忽略的 我特别想看前两章 在第十六节的时候 你发觉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关于疑惑 这个 它用一个特别的字眼来形容 因为它用了一个字眼 叫做Lingering Doubt 什么叫Lingering Doubt 就是 挥之不去的那种疑惑 就是说 可能这个使徒 我见了几次了 但是它总是 有些事情 还没办法 结果我会问自己 以下下来有几个问题 如果耶稣今天显然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信心会增加 而或会减少吗 我们已经信了 不要忘记 我们已经信了 如果耶稣今天 显然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会再增加些 还是我们的疑惑会减少些 当我去预备这个信息 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我说 如果当日的信徒 都有疑惑的时候 我有疑惑很正常 既然有疑惑的时候 那我就要问自己 我的信心在哪里 是吧 信 或者一会再说下去 第二个问题 我问自己的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见证耶稣升天 留意重要的是 现在二十一世纪 这个时间 我们见到耶稣升天 OK 早几日 五月二十六日就是耶稣升天 所以 因为四十日之后 耶稣升天 我们会不会更容易遵守 他的吩咐呢 你想想一下 你想想一下 哇 你在山上 看着耶稣 飘上去 那一刹那 你会不会说 哇 这个主真是真 到没有人有 所以 我一定要去 遵循他的吩咐 他之前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给过他 所以要去 带着胆去 你发觉 从星天日到五旬节的时候 这十日里面 其实这群门徒没有那种的胆量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很想鼓励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今天见证到耶稣基督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 但是 很奇怪 这几个礼拜里面 我在YouTube里面 就留意到一些短片 每一段都是两分多钟 它就是解构魔术表演的短片 其中我看了一个就是鸽人 即是你讲魔术师 那张桌子 然后鸽 那是真东西 不是假的 鸽完之后 真的把那个人拉开两绝 然后你发觉中间没有东西 于是那个讲解的人 究竟那个巧妙在哪里呢 于是他就指出破绽在哪里 就是各样的东西 OK 但今天我想提醒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今天在二十一世纪里 在我们眼前来升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心会这么大呢 会不会我们好像看这个魔术表演 哇 厉害啊 看不到一条短片 哇 这效果怎么做呢 而我们很容易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我们会说 It is not magic 这个不是魔术 这个不是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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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魔术表演 是吧 所以 只剩下一个表演 但是今天当我们 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个星期看到这些魔术表演 就是那些拆解的那些短片 但是老实说一句 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 你在魔术表演场地的时候 看到那人脚开两边 合化了 但是没有事的时候 你会说 哇 这条腸怎么拼起来 你不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 你只是染眼法来的 老实说完 我们今时今日 看到耶稣基督的 显现和复活 对我们的信心 会有多少个帮助呢 我们会不会只是去研究一下 究竟 耶稣怎么做到这件事 还是我们只是觉得 这是一个表演 今天我很想给此的 鼓励 下个星期就是五旬节 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信心 去问一问 不是问我自己 是问一问神 究竟我和你之间的信心 关系是什么 关系 最近和一个人 谈开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 又很偶然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希伯留书第十一章六节 我相信大家熟到烂了 是不是 我用的和修本 所以你和你平时读的 和修本有些不一样 他说 没有信 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并且信他会上次尋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特意去把NIV和TPT 即The Passion Translation 都列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发觉 在The Passion Translation里面 我觉得它的翻译里面 他说了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咀嚼一下的 OK 中文圣经说 你们必须信有神 老实说 如果你今天随街走去问一个 就是 问一个 就是加拿大人 你信不信有神 想 你信有神之后 你会有什么做 没有啊 跟我现在一样 那你回不回教会 不回呢 那你又信有神 是啊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信有神 和去经历神 可能是两回事 我们可能是信有神 但是 我们没有经历祂 或者我们 Magic 是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 今天我想鼓励弟兄姊妹 这里 说信有神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NIV的圣经说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他 exists 我相信 很多人 正如刚才我举的例子 他都说 神存在 但是留意TPT的版本 他说 Knowing that He is will 今天主耶稣对你 对我而言 是不是这么真实 第二个部分 他所说的就是 他会上次那些 尋求他的人 NIV圣经给我们多个字 如何尋求他 你发现尋求很多方法 你想像一下自己 哇我跌入水 我不懂游水 救命啊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尋求帮助 对不对 一人扔水泡给你 然后接着 多谢你 然后上水之后 你千多谢万多谢 离开了那个人之后 离开了那一天之后 你可能和那个人没有关系 他救了你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新国际译本给我们看了一个讯息 就是说 我们必须 earnestly 真的认真而切地来尋求 我们看看 The Passion Translation的版本 他说 he rewards 留意 他用一个形容很特别的 就是 他不是reward those 不是reward那个人 他是reward the faith of those OK 我觉得很有意思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这个解释 神不是赏赐我 而是赏赐我对祂所有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如何来热折地尋求神 I give all my passion and strength into seeking him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我们不会有那个行动 不会有那个后续的事情 正如你跌了下海 被人救了上来 那一天你可能千多谢万多谢 过了三个月之后 可能你连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你都不记得 今天几多时候 我们对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见到祂 我们经历了祂 我们蒙拯救 那一煞冷 我们可能很开心 但是你发觉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生命再没有了那种热切 你对祂的信心 你对祂的信心 就是觉得我相信祂 但是你不会有任何相计的行动 我和那个人聊天的时候 当然我没有提到这段经文 是之后我再思想的时候 我就想 我和你聊天当中 我就说 其实我们的信心 你问我 你问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现在对神是否一百个百分之的信心 我都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会不会也有一些 就是挥之不去的疑惑呢 有时候你发觉 我们的信心 往往好像半桶水 于是当个人说 我对神的信心 都是一样的 我不是完全能够相信的时候 突然那天我和祂聊天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戒那个相信和不相信呢 听清楚 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五十是想信 百分之五十是疑惑的时候 你说我们信一半不信一半 我就问你怎么割那一刻去形容呢 如果你说我从信心和疑惑 这样戒一半的时候 我信一半不信一半 但是你发觉不是 有时候我们戒法不是的 我们是信心疑惑 然后橫来戒 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时间里面 我们都信和疑惑 我就问那个人 究竟我们的信是信什么呢 因为我即时想起 就是希伯罗书 如果你看看第一节 不要只看第六节 他说信是说信是什么 未见的事的实底 就是画本就比较难形容 就是说我未见到那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已经相信了 所以你发觉 就算希伯罗书的作者去说信心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你百分百的 我反问那个人 就是我跟他聊天的那个人 我说 如果我们知道必然发生的时候 我还需要信吗 对不对 我都知道是一个事实 一定会发生的 我为什么要信呢 因为真的不需要信 说明一定会发生的 举个例子 政府告诉你 会给一些津贴你 说明给你津贴 你会说 我真是很信 这个政府会被津贴我 喂 我们是不是在做show 不是 一个承诺就是一个承诺 它必定会发生的时候 但你发觉 希伯罗书的作者说 是那样东西未发生 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仍然来对他相信 所以我问那个人 你怎么戒那条线 是为之相信呢 但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跟刚才我所说的 打橫来戒 意思是什么 我们在任何环境 都带着信心和疑惑 信心和疑惑 但如果说 我戒得不同 我将疑惑撇走 我所剩下的 哪怕只是百分之五十 但在那一剎那 我可以完全来到去相信神 因为我将那一半 疑惑割走它 不爱它 你明白我说了什么 而另一件事 我很想提醒 就是从刚才 希伯罗书第十一章 第六节的时候 不要使我们的信心 单单是聚焦于事物之上 很多时候你发现 我们很惯常 将我们的信心 是聚焦在 不是一个对象上面 而是聚焦在一件事情 一个物件上面 你想像一下 这些子女 她很喜欢某个游戏机 她就经常求你 要买个游戏机的时候 她死难求 你买给我 到最后 你买了个游戏机 给她 OK 她拿到了 我想问一下 她知道 她之后 跟你之间 那种的密切性 和之前 跟你之间 那种的密切性 是哪样会更多 当然是之前 我还没拿到 我死难求 都跟你 但是拿到了 我们就居好了 焦点再不是我爸爸 而是那个游戏机 这个是不是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 事常犯的一个毛病 我们死难求求神 给了一些东西 给了 好事的话 感谢天父 坏事的话 有没有搞错 这些叫信心 我想不是 信心应该如何 让我们的信心 聚焦 在一位 我们可以和他互动的对象上面 我本来想写B型这个字 但是 我发觉在翻译上面 有些困难 所以我写了 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会经常拿着 一个神的公仔 来经常贴着他 你真的好 会不会 不会吧 我希望大家不是乱说 你想想 如果太太和丈夫 要分割两地 一段短的时间的时候 你不会说我做个指派公仔 然后每天都将个指派公仔 放在床上 你不会这样做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会怎么做 天天跟他联络 跟他聊天 希望看到视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虽然视像也不是真实 你明白的 但比一个指派公仔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想问我们自己 我们多少时候和神 建立这种 我和他可以互动的 那种的关系上面 我和他说 我也有疑惑的 我也会问神 是否真的要这样 但是过程当中 神提醒我 我不是对着一件事 神啊你为我完成这件事 神啊你给这个对象我 我不是这样求 我应该要求的就是主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 事件关系 我只是说 前年部分都说了差不多 差不多半个钟 好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什么 盲目的信心 和微小的信心 我们先看我的A点 从三心两意 到尊心一意 《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文 《雅各书》是其中一卷新的圣经 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不是说保罗的书信不喜欢 但是有时保罗的书信 你要研究一下 你才会发觉那种 即是宝贵 但是《雅各书》说得很直接 所以你要这样说 他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 厚似于众人 又不斥责人的神 神必斥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也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 饭腾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三心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摇摆不定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你有一半疑惑 一半信靠 看看你怎样戒 如果你是橫戒的话 即是我在任何情况里面 都疑惑神的时候 对不起 你的结果就像《雅各书》所说的 你得不到你所要得到的东西 对不对 你走东也会疑惑 你走西也会疑惑 你走北也会疑惑 走南也会疑惑 你变了任何一条路都会疑惑的时候 老实说一句 你络完四个圈回原位 你都是疑惑 在这里说什么呢 第三节他说了一句话 他先是描述这位对象 我们去寻求的对象是哪一位 他说那位是口似于众人 又不斥责人的 除非我们认定神是很好 否则的话 我们每一次去寻求他 我们就疑惑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举个例子 刚才你说 我不是说有小孩问爸爸拿玩具 是吗 你想想 你小孩的同学 会不会走来问你 来到拿同样的玩具 不会 对不对 他就算觉得你爸爸对你真的好 买个游戏机给你 他买得给你 我又去问你爸爸拿个游戏机 不会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他就是问自己爸爸 对不对 但今天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叫弟兄姐妹因为 神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那位 口似于众人 又不斥责人的神 我们是可以问的 特别是 吴雅各有智慧地问 你们先要求的是什么 不是求那样东西 不是求那样的事物 而是求智慧 弟兄姐妹 这个是雅各书第一章开始说的 今天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求神 被智慧聪明我们 当我们懂得求这个智慧 当我们懂得看见神是一位 怎样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我们必有智慧 去走我们每一步的路 上次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告诉大家 有时候我们做了决定 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但既然神是爱我们的时候 他就说你走错了 对不起 叭 立刻掉下去 不是 你不是玩这些游戏 有些游戏 是不是 有个人坐在水池上 答对问题 没事 答错问题 不是 整个人湿了 不是 神不是在玩这个游戏 神很想你经历它 神很想和你有那种交流 神不是当你一个指派公仔 随时可以换个另外一个 不是 神很想 我们和他之间有那种关系 但是今天 反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去将我们的三心二意 改为尊心一意 好 就要快了 由无几去到小 我英文翻译可能会容易明白 从小到小 我们看一段经文 是马太方第十七章第二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少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移到那边 他也会移过去 并且你们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留意我降低的部分 首先他说 你们是你们的信心少 因为你们的信心少 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有一个父亲 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儿子 来求门徒帮助 耶稣因为带着三个门徒上山 登山变像 然后落下来的时候 发觉父亲和剩下的狗哥在那里 然后那些门徒说 我说不到那只鬼 然后耶稣说 是你们的信心少 OK 留意英文的翻译 Little faith 然后耶稣说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中文圣经是看不到这个字眼的 我已经是用一个最普及的英文版本 NIV 它其实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信心好像芥菜种 我想问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芥菜种有多大粒 好像一粒 有些proposite那类的东西 那么小粒 OK 然后 中文圣经也看不到 所以你要幻想那粒芥菜种有多大粒 对不对 但是英文圣经我都很清楚 如果您有信心 如果您有信心 就像一粒芥菜种有多大粒 一来说信心要小 另一方面就是 你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那麽小 就可以了 OK 中国人有一句四字词语 叫福水难收 大家明白什麽意思 不明白 福水难收的意思是 你倒了一些东西 你收不回 你明白吗 一倒 特别 现在石屎地 或者地板 还可以说能处到水 对不对 你在田里面 拿着桶水 啪 倒死了 你怎样收回 那些水 没得收回 你明白吗 剩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举例 如果你这样倒死了水 你剩下的东西 就很少了 对不对 little 如果你找到英文 就是文化上的解释 little 是uncountable OK 所以你说 不会little bread 就是little water 因为water 是uncountable 就是数不到 OK 那么small 你是数得到 就是种子 有多大 有多小 你可以数 耶稣基督基本上 是说什麽呢 我们的信心 好像倒出来的水 收不回 收得来 收得来 都是很少 那个的little 但是跟着 他即时用一个 跟little 相近的意思 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心 要多大呢 好像一粒介菜种 那么大 就够了 哇 这个是不是很大的鼓励 今天我们经常说 牧师祈祷比较厉害 老实说 我经常觉得哪厉害 硬着头皮 顶着眼上 我都要时尚修正 和神之间 那种的关系 今天 当我们说 我们的信心 有多大 多小的时候 耶稣说 我们的信心少是什麽 好像倒了出去的东西 剩下些微 没有办法数得到 耶稣说 只要我们的信心 好像一粒介菜种 那麽小 你就能够叫这座山 移害 今天我想鼓励你 是我们人生里面 有很多不 就是 中国人的说话 是吧 人生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些十常八九 不如意的事发生的时候 仍然可以坚定的来到相信呢 所以耶稣行神迹 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当时 很多人有什麽病 那些病可能是我们现在 很普通的病 基本上 他就没有怕亡 你明白我说什麽 所以这个爸爸 带着个儿子被鬼附的时候 他不知所措 马可福音的形容更加好 他见到耶稣来 就问耶稣一句 主啊 如果你能够的话 求你做些事 耶稣反问 主若能 你看回马可福音 没有记错 可能九章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哇 要求我 耶稣不是围难我们 耶稣是鼓励我们 因为那个爸爸知道 我问门徒 门徒没有东西给到我 我问 我问你 你如果能够做些什麽 但凡事都能 今天我很想鼓励 顶子们 我们从无几去到小 好吗 信心都不是大 对不对 我们通过信和疑惑的时候 我们将疑惑去推开 只能拿着那百分之多的信心 然后向神求告 所以我将第一个要点的题目 我改一改 麻木的信心与微小的信心 我将它改为 麻木的信心和单纯的信心 神今天不是看我们 主啊 我一定相信你 不是 祂不是看表演 祂是看我们有没有一个单纯的信心 simple faith 好 第二个大点 也是我最后一点 不过里面有两点 所以大家 看着时间 一切都是在乎关系 这是我第二个要点里面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 虽然有人说写讲章 但是点点不要那么长 因为不是很记得的 因为我要用一些圣经来形容 所以我A点就是这么说 不管你是谁 你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恩典 包括你是否基督徒也好 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5章 第25到28节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由21节开始看 但是我今天只是读25到28节 一个妇人是什么妇人 是一个加南妇人 她的女儿 一样的问题 就是被鬼附 这时候她来问耶稣 求耶稣 她的求法很特别 因为耶稣去到那个地方 她知道耶稣在那里 她就在后面跟着 然后喊 大卫的子孙 你来帮助我 在喊 那些门徒就说 喂 耶稣叫她不要喊 那些门徒都吵着了 然后这个妇人都硬着头皮 走去她的面前 来去拜她 然后说 主呀帮帮我了 25节 她回答说 那孩子的饼雕 给小狗吃事不妥的 妇人说 主呀不错 可是小狗也 吃他主人却上 吊下来的碎舌 于是耶稣回答她说 妇人你的信心很大 照你所要的 承传你罢 从那时起 她的女儿 就好 通常有时教主学 就会问 各位同学 这段经文 你有什么得着 可能有个小孩 会说 我们认自己是小狗 就可以得着 耶稣不是去围难这个 迦南虎人 他围难的话 需要和他有这样的对话 学门徒那一招 收声 我们有其他东西在做 我等一会再处理 你想想 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些突发的事情发生 没理由我们停了所有的事情 然后解决那些事情 再去做 正如有些弟兄姊妹 现在可能住着饭 明白吗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 我在不断思想的当中 我发觉耶稣这样问 其实只是一个原因 他的时间表 一向不是按我自己的时间表 他的时间表往往是天父的时间表 所以既然在那一刻 他遇到这个迦南虎人的时间 他觉得 这个不是我的priority 不是我的优先的选项的时候 他尝试远拒这个人 就告诉他 拿小孩的饼 来给狗仔吃 是不应该的 但这个虎人很快 他即时想到 原来耶稣的重点是犹太人 是那帮他来跟他同类同族的人 来帮助他们 你发觉这是上帝的心意 你就算看回《创世纪》 神对阿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 我要使你得福 成为大族 你要成为其他民族的祝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根本一直以来 神的心意就是 在我简选当中 由一个人 或者一小撮人 开始来延伸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在这一代 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被简选来延伸上帝的祝福 所以当耶稣和这个妇人说 你不是在我优先次序里面的时候 他用一个例子 虽然形容狗也不太好 但是这个妇人立刻想到一件事 我不是在这个优先次序里面 但是桌上仍然有东西 跌下来 我都能尝到你的好处 弟兄姐妹 你想想这个信心 为何耶稣夸赞他很大 他没有计较我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什么情况 你发觉今时今日的人 特别我们来看最近的枪 就是枪杀案 听这个德沙斯州 18岁生日买枝枪 就是用来射杀那21个人 我相信不是 他一直受压抑到地步 觉得自己 可能是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引发他内心里面 根本没有那种平安的时候 那把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的心才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想问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蒙神赐福的儿女 我们有没有去已经 在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得到 不论我们是谁 不论我们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恩典 不要忘记刚才我说 要最小的信心就可以了 最单纯的信心就可以了 耶稣这么说的时间 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 将我们的疑惑切开 然后推开他一边 然后我们就说 主,我只有这么少 但我仍然信靠你 好,第二点 最后一点 你能在与主的关系当中 经历主的大临 这个我留下大家自己读 我只是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路加方》第七章1到10节 但我很想鼓励大家 大家可以看《马太方》第八章5到13节 如果你的圣经有那些 或者指向父女福音同类的圣经 两个事迹是一样的 但是《马太方》的事迹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很像这个伯父长 是亲身来求耶稣的 但在《路加方》 就是他托人来求耶稣 他没有见过耶稣的 但你可能会说 《圣经》不是说错话 不是 《马太》的记载 只是将那个人 托人来找耶稣的过程 形容到 好像是他亲身来找耶稣一样 所以我用这个《路加方》的例子 耶稣有一次讲完道 特别这里形容的讲道 不是普通的一场道 而是灯三宝睡之后 他是他的《加伯龙》 有一个伯父上所很重视的伯人 新病 他这个形容好像是坦证 他不能动 随时走 随时死 于是伯父掌听见 耶稣来到《加伯龙》 于是他托几个犹太人 那些长佬 请他去求耶稣医治这个伯人 为什么这个人 求得动那几个犹太人长佬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伯父掌非常之好 他不是只关心我自己的事 是我的仕途 而是关心犹太人的福祉 所以他又为他们起会堂 又去做其他事 于是那几个人 落于走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 耶稣你帮帮他 他很好 特别在第四节 他说 你为他做这件事 他是配得的 他值得你去医他的伯人 不要忘记 他不是为自己求的 他是为他的伯人来求 接着耶稣说 既然是今天我们去 来他的家 不远的地方 我相信整个过程 不要想像 耶稣走了十万八千里 才去他的家 不是 他已经去了加伯龙 然后这个伯父掌 可能也是加伯龙 所以他第一批请去的人 就是那帮犹太人的长佬 但是当他听到 有些消息回报 耶稣说 你过来这个伯人 他立即派第二批人上去 他就截着耶稣 于是他第二次派的 就是他托几个朋友 去见耶稣 跟他说 主要不要劳驾你了 因为你来到我的书 我不敢当 留意他如何回答 第七节 他形容我 亦都自以为 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就可以了 你说一句 我的伯人就得传誉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也是一个有权势的人 千夫掌叫我做事我就做了 我叫我下手下属去做 他就做了 于是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叫他做什么 去哪里就去 来哪里就来 做什么他就做 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第九节 耶稣听见这些话 就很惊讶 转身跟随他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我又没有见过 八夫长一定是外邦人 一定要有罗马籍 才可以做到八夫长 但在整个过程里 耶稣称赞两个都是外邦人 一个妇人和八夫长 他们的信心是大的 弟兄姐妹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八夫长在这十节的经文里 究竟他有什么智慧 是我们没有的呢 他看得到关系 你想想 我所弃重的一众人 就快死了 我为他去求耶稣 我看到犹太人不是那么差 我去帮他们 我听见耶稣来 他都似乎是一个类似我这样的人 于是我请我的朋友去求耶稣 这些朋友跟耶稣说 他可以背 而他听见耶稣来的时候 他告诉耶稣 我不背 但是你有权柄 你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所以你说去就去 你说来就来 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相信在那一撒那 他都不敢奢望 他的仆人一定得到医治 但是这个信心 带到一个地步就是 耶稣你不用来 你都可以完成我求你的事情 我将B这一点我将它反转来问 在你和主的关系当中 你能体验他的能力吗 我们之前的问题是什么 之前就说 你能够在和主的关系当中 经历主的大能 我特别将中英 英文那里特别一下 我就说 I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Can you experience His power 这个伯父俊有这个智慧 他未尝到那个 authority之前 他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 基督使用我们基督徒是什么 我们要耶稣施行一个神迹 才表明他是有能力的 对不起 这个人未见过耶稣的时候 他已经认识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否则我需要求耶稣 我求医生也可以 对不对 今天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 我们经常都是利害关系 利益关系 而忘记了这个关系 必定是和他之间那种的关系 当我们说我们在和主的关系当中 我们已经体验到 他是那位有能力的神的时候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甚至乎 当他在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先 包括什么呢 包括施行神迹提供我们的供应 作出引导之前 我们就已经将他高举为那位 量善和全能的神 这就是我想一同在这个礼拜朝向的目的 我们经常说 主,为什么我这么多年都说不了方言 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贫拒 是不是这个是假的 对不起 我们问错问题 下个礼拜我继续说 Briant Faith 但是从另一角度去看 我鼓励弟兄姐妹 在这七天里 你能不能学像那帮门徒一样 耶稣升天 然后叫他们什么 在耶路撒冷等候 他们知道要等什么 他们知道要等方言 不知道 不知道 刚才形容过 不知道有五百人 有多少人 到最终在这个马可流里 祈祷的时候有多少人 有一百二十个 不是说个个都可以 但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带着一个信服的心 去等候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 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神自己的时候 他必然将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我也想给一个很简单的呼召就是你 这个礼拜里面可能你说 每个礼拜我都不知道应该会怎么过 我又可能有很多重担 很多困难 也有很多问题 余牧师是不知道的 是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想想 现在是你心里面那位的神 他知道你的处境 我们尝试操练一下这个简单的信心 好吗 我们跟神说 神一刻你知道我的烦恼 你知道我的问题 你知道我现在面对什么的情境 我学习 我学习 将我现在有的疑惑 和我有对你的那个信心分割 我紧紧抓住对你这个尴尾的信心 来去请求你 让我经历到你自己 不论你做什么都好 你愿意在你这七天里面 在我们在圣灵困难再重聚的时候 去这样带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注重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和圣灵的关系的里头 去让他来到你生命当中 给你那个智慧 因为你懂得如何来去经历 他的恩典和念 对吗 我们一起这样来教堂 如果你愿意的 你可以大声地跟我作这个祷告 真是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爱我 你愿意收纳我 你使我成为你的儿女 不是单单一个名 而是一个关系 而这个关系 射免我因为很多时候我忽略了 现在 我愿意再重新跟你联想 不论我以往有没有经历过 圣灵那种的大能 我宣告 我现在开始 更多学习圣灵的大能 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我将我所爱的人 不论他们信与否 交给你 我奉耶稣的名字宣告 你要祝福每一个我所足及的人 主是用我 我这样祈祷交托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 亲爱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我们看见弟兄姊妹 有一个学无你的心 主 我们只能够坦诚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对你的信心 有时真是微小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自愧 我们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主 既然你是我们的神 既然你是我们的倚靠的时候 今天我们再一次 是联想你 你是那位全能的神 无限的神 是那位大有能力 满有恩慈 怜悯的神 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看见 你是那位良善 而且全能的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我们不是求你 只是为我们完成几件的事情 我们是求的就是主 在我和我的家人当中 主是愿意你的救恩 愿意你的怜悯 愿意你的怜悯 愿意你所做的一切 能够将他们带会 主你自己的关系当中 主是帮助我们 主是来到下个星期 真是圣灵光临节 主是我愿意 真是将这一帮的弟兄姊妹 交到你的手上 认为很多事情可能卡住我们 以至乎我们没有经历到主 你给我们这个贫拒 但是今天你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来去行事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愿意去等候你 愿意来先尝到你的滋味 以至乎我们再重聚的时间 我们体会得到 你是一直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你 由于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圆 阿们 好各位可以蜜土之后 然后之后赞悔 愿主敬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